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以往有报道指出 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再毒量是以往的1260倍 在人群密集和室内场所更容易让人中招 所以在防疫产品的选择上也需要升级 以空气传播为路径的病毒 主要袭击人体的鼻 烟和眼部的粘膜 目前防疫产品中 口罩和护目镜是公认最有效的防护产品 口罩防护鼻 烟布粘膜不受感染 护目镜防护眼部结膜不受感染 好的口罩可以极大程度地保护口鼻 所以 口罩的选择对于防护德 尔塔变异毒株至关重要 口罩的三大要素指标 分别为过滤效率 密合性和呼吸阻力 就过滤效率而言 病毒属于炎性颗粒物中较容易拦截的那部分 现阶段国内过滤材料性能均可满足此相要求 密合性是检验口罩防护水平的关键 与面部的贴合程度 决定着在高污染环境中的防护能力 呼吸阻力是口罩舒适性的体现 决定其是否可以长时间佩戴 现阶段正值延延夏日 酷暑难熬 这时佩戴平面结构口罩 相对而言较为舒适 因为平面结构口罩不对密合性做要求 通过近期国家和省级质检局对平面结构口罩的抽样结果可知 其防护效果普遍很低 平均防护效果低于50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实际过滤50% 遗失50 在高浓度的病毒污染环境中佩戴平面结构口罩 比较容易吸入病毒 现在99的人群都会佩戴这种平面结构口罩 医用平面结构口罩采用10469和10969标准 非医用的采用GBT32610和T-CTCA7-2019等标准 部分企业会选用起标 这些标准在过滤性能 通气阻力和其他性能上会有所差异 但是过滤效率还是主要以细菌过滤效率 沿性颗粒物过滤效率初始为主 通气阻力也较低 佩戴较舒适 无密合性要求 平面结构口罩主要拦截和过滤口罩正面的颗粒物 例如飞沫 喷溅等方式 由于无密合性要求 对于气溶胶扩散方式传播的病毒 其防护能力较低 平面结构口罩 建议在低风险地区或者室外人员稀少环境中佩戴使用 鉴于现阶段国内防疫形势严峻 变异病毒的传染性和再毒量大幅提高 防疫产品口罩的选择应当升级 在中高风险地区应该佩戴NOT95级以上级别的口罩 从口罩三大要素指标上看 1.NOT95等级口罩的过滤效率 远远高于任何平面结构口罩设置的过滤等级 1.NOT95等级口罩使用的是极端肺活量下的加载率效不低于95% 而平面口罩的检测流量仅在正常人正常呼吸量下进行率效初始测试 所以NOT95等级口罩更适合长时间在高浓度病毒环境下的呼吸防护 2.平面结构口罩之所以不做密合性要求 是因为当初设计平面结构口罩时就没有考虑其密合性要求 2.NOT95等级口罩的泄漏性虚小于8% NOT10等级口罩的泄漏性虚小于2% 意味着口罩与人面部的适配性更好 贴合度更高 更适合中高风险地区 高浓度污染环境下的疫情防护 3.NOT95等级口罩的呼吸阻力一般设计的都比平面结构口罩高 但是经过去年以来疫情的需求倒低 过滤材料的发展突飞猛进 过滤材料技术水平提升影显 水柱及材料带来的高绿效低阻力 可以解决纳D95等级口罩呼吸阻力高的问题 目前国内好的KN95等级口罩吸气阻力可低至80% 建议佩戴场所的口罩选择低风险地区 人员稀少的室外环境 临时应急等可使用平面口罩医用和非医用中风险地区 室内环境建议使用NOT95等级防护口罩无呼吸阻高风险地区 密集场所和密集空间建议使用不低于NOT95等级的防护口罩无呼吸阻正确 配戴无呼吸阻门的NOT95等级口罩才能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 配戴口罩后 双手压在口罩边缘 用力呼气 尽可能调整至口罩四周无漏气 配戴在眼镜不起雾的口罩位置 保证NOT95等级口罩在有效密合前提下使用 不使用密合性不佳或者有密合缺陷的口罩 经过上面的对比分析可知 平面结构口罩 适合低风险地区 室外人员稀少环境和应急使用 在中高风险地区和室内环境以及密集场所和密集空间 尽可能使用NOT95等级或以上等级的防护口罩 无论从佩戴时长 防护效果 过滤效率上 NOT95等级或以上等级的防护口罩均优于平面结构口罩 从现实使用情况来看 是更适合现阶段疫情防护等级的最佳选择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MING PAO CANADA MOU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